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键点 然而虽然帮助恒大队实现惊天逆转 但是在赛后黄博文却做出一件另一众球迷都意外的事 那就是只是在自己的微博上写了一句 有缘哀见 水军们再见 然后是清空了自己的所有微博 但是就在众人都还没回过神的时候 黄博文却又出现在另外一个平台上 今天早上他在个人etagram上晒出了自己的儿子和一个超大眨眼笑脸的合照 并且写道 有缘人在吗 原来这位恒大中央并非是退出社交平台 只是不在国内社交圈再待下去 而是转到国外的etagram而已 其中的原因是在之前的状态发挥失常的时候 作为恒大议员的黄博文是遭到了不少网络水军的攻击 不管是评论下方还是私信都是满满的骂声 所以黄博文才会退出微博到国外平台 这样才没有这么多的水军 不过不得不说每一位球员都有状态起伏的时候 而31岁的黄博文已经是整整14年的职业生涯 并且不仅曾随北京国安护赛季中超冠军 而且还是2012、2013、2014、2015、2016赛季广州恒大 五次夺得中超冠军的功臣之一 虽然如今已经是达到1500万笔高临 郑志、张林鹏、冯萧婷等都要第一的他 并没有像大部分本土球新驻洋宅开好车 黄博文在之前被网友拍到的 仅仅还是开着一辆国产的奇瑞 而且没有身上全然没任何不良事好 可以说是属于国内球员中特殊的 烟酒不碰 特别是身材上 并不像之前网友调侃国足球员白斩鸡身材一样 而是坚持锻炼的他肌肉也是一点也不模糊 但是最特别的还是黄博文的出身 他并非生于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 而是在一个湖南长沙的普通家庭 父亲黄俊伟 当年为了供黄博文踢球 从1998年起就给别人打工 并且下班就去开出租车 起早贪黑 只为了能够黄博文积攒踢球的费用 而母亲身体不好 只能待在家 据他的父亲黄俊伟回忆 当时有一段时间是我们两夫妻都是下岗 一个月的收入才领到320块钱的工资 在阿文进北京国安队一队前 我们全家已经因此借债30万块 所以看得出 现在长大后的黄博文并没有像本土球员那样过得十分奢侈 而黄博文自己曾表示 现在自己收入高了 但也是从雄走过来的 所以不会乱花钱 如今最大的花销 也就是在放假时和朋友吃顿烤肉 剩下的钱都给爸妈留存养老 毕竟没有他们就不会有现在的自己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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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